我们要跟你继续分享视觉化分析 在视觉化分析今天要介绍商业智慧软体Power BI 它的自动分析 自动那你就要想既然机器它能够思考 那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动分析 好那第一件事情可能要麻烦请各位先到 范例讲义下载的地方 然后下载上次我们上完课的成品 您可以从上次上完课的成品 接着继续来做 今天的内容就是展现机器的智慧 所以你一定务必要把它给学习起来 好首先我们先下载范例 所以第一件事情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然后麻烦请在这个地方输入 我范例讲义放置的位置 HTTPS冒号斜线斜线 GO.GL斜线YTZRXT 这个R跟T要大写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最后面这个R是大写 X小写 T要大写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这个视觉化分析 最右边成品观摩 好我们要去下载的是上一次 上一次完成的成品 所以麻烦请点左上角这个图示下载 好那就麻烦请各位先下载这个范例 记得住 好记得你不要点错了 大数据分析 对不起 视觉化分析 这个视觉化分析 最右边的成品观摩 成品观摩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做一下 好假设各位都已经下载好了 画面就使用一下 好我就先把所有的视窗都先关掉 首先我下载下来的这一个上次完成的成品 在什么地方 当然它放在我们的档案总管下载里面 所以我们就先打开档案总管 在下面这个资料夹 点它 点一下完毕之后呢 你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请点下载 你就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你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我们是直接把它拿过来做教学 所以快速点两下打开视觉化分析 2021 0507 快速点两下 它就会打开这个档案 当然它会自动先打开Power BI软体 所以你只要去下载里面开启那一个档案 那那个档案呢 好 左上角 其实我们我们有做了一些资料的情理 那我们资料情理就不复习 可是最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第一页要去做的是利润统计分析 我想一家公司老板最在意的当然是利润统计 然后我们上次已经针对公司订单 我们已经把它成功的区分为 每一笔订单 它是属于一般利润还是负利润 以及高利润的分类 对吧 好 我们已经做完到这个地方了 那就麻烦请你们先打开这一个范例 打开范例简单说就是到下载里面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打开这个Power BI 我们今天要上课的范例 利润各位可以理解它的重要性吗 对一个老板来说 你觉得他在意的是利润还是在意销售额 利润 他在意的是业务的表现 还是在意他生产的机器 当然是业务的表现 这样了解吧 好 反正谁能够帮他赚到更多的钱 创造更多的利润 那就是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以吗 这是错误的观念 这是错误的观念 Apple公司它的理念 就是它要创造 对人类有利处的机器 什么叫有利益 有益处的机器 在他的自传里面 他就说 这个电脑太多按键了 他只要一个按键 可以吗 你的手机上面是不是只有一个按键 他做到了 好 这是贾伯斯的自传里面 他就说的故事 我们应该要了解这个大数据分析的特色 是在于什么地方呢 大数据分析 因为他有很多年的资料 所以我们面对 以公司来说 面对每一天的订单 然后如何去把它变成公司继续存续的一个经营法则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刚好大数据分析里面可以取得很多年的资料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时间特性观看订单 创造出利润的变化 好 那怎么看呢 简单的说就是去看各年 各年的利润分析 各年的利润统计 各位可以了解 既然我要做各年的利润统计 所以我的X轴是不是就是年 我的Y轴是什么 就是利润 了解吗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里面这么多种图表 用哪一种最适合 是不是直条图 各年利润统计 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 接下来这里面我们就点群组直条图 好 首先直条图 直条图它是不是有轴 这叫X轴 还有直 直叫做Y直 Y轴的直 好 X轴 Y轴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轴是不是放时间 好 你看这里面有时间的 有发货日期跟订单日期 请问你觉得 发订单日期在先 然后才会生产制造 有订单之后才会生产制造 制造完毕之后才会出货 所以订单日期在先 出货日期在后 请问出货就会收到货款吗 不会 出货之后还会有一段时间 然后客户可能是用月节的方式 才会给 才会给钱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通常 通常是计算 订单 订单的利润 但是跟实际 真实 会不会得到这么多利润 还是会有差距 好 只是你只能现在分析的是 订单 订单的 接到订单的时间 所以我们时间是以订单日期为主 请勾选订单日期 勾了订单日期 它就自动跑到轴 那请问你 我的值 我是不是要比较各年的利润 所以我的值当然就放什么 利润了 所以请勾利润 好 那最前面这位同学 全面这位同学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什么图 直条图 对不对 这边是不是各年的利润 直条图 可以吗 可以 所以等一下 我就会询问你们 看到什么知识在里面 所谓知识就是说 你看到什么 听得懂 你可能会说 第一年最低 这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其实不会教你很困难东西 但是你就是要把你看到的东西去报告给老板听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考考你这个东西 而且自动分析已经帮你算完了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 请问一下这张图你会不会画四个动作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群组织条图 三 订单日期打勾 四 利润打勾 勾选它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 完成这一张图 我认为说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为了先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先刻意放到很大 好 这一张图 基本的几个项目你必须要给它 最重要的就是标题 标题 好 来 麻烦 这一个标题要怎么修改 再 因为你要先点到这张图 然后视觉效果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格式 请点格式里面的标题 标题 标题已经打开来了 因为确实这边已经有标题 所以打开标题 请把它改成 首先 一定要讲年 然后利润 什么 各年利润统计 可以吗 好 所以在这边 各年利润统计 麻烦请在前面输入02变 就是第二张表 第二张图 这是第一张 好 第二张 第二张图 各年利润统计 记住哦 一定要先写x轴 再写y轴 然后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这边请选字中 那字就跑到中间 然后因为它是标题 所以可以设到20 好 那相对的标题设好 我们也顺便把这个轴也设大一点 例如说x轴 字设到12好了 12 那y轴 也可以把字设到12 可是其实这两个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这个是各年嘛 这边不是已经写了 这边不是值吗 就是利润 不是写在这边吗 好 所以提供给你参考 这是方便 等一下我们要去讲 请你千万不要讲2013年最低 多低 好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报这个 375个千 各位因为这是美国人发明的软体 所以它的单位没有版 只有千跟百万 千和千万 好 它没有100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报这个数字 可以 那我告诉你 它叫做什么 我先把这都关掉 它叫资料标签 在这里 资料标签 那资料标签 请问你 可不可以稍微设大一点 例如说 值给它一个 小数位数 然后字的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因为既然你要打开就要给别人看 例如说 2013年 40万 2016年 最高 多高 70万 可以吗 好 那就请你们稍微修改这个格式 因为等一下我们才方便讲 你要表达的知识 各位 各位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画面就 首先 你应该可以发现 等一下我们要写的知识 等一下我们要写的知识 像 例如说 那个 2013年 最低 对不对 好不好 不然我们来请同学回答看看好了 那第一位同学 你看到什么 从这边 抬下去 对 他看到的是 4年的变化 就是 我刚刚讲的 我已经讲了2013年 对不对 我也讲了2016年 所以 2013年最低 2016年最高 然后他现在讲的是逐年变化 通常 我们会把 这条趋势线画出来 怎么画 这里 分析 分析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趋势线 然后加入 有了这条线 是不是更加可以去说明 这条线的意义 好 现在就要请你们动手 只是把趋势线打开 那你们就可以顺便 赶快把知识写出来咯 我要再接画面咯 因为 这 这就是 呃 一个很 很单纯的 重点 好 第二位同学 准备一下 你看看你看到了什么 那画面就借我使用一下咯 好 画面借我用一下 我刚刚说知识 知识就麻烦请你们 自己赶快抓紧时间写 举例来说 举例了 好 我在这个地方写知识 我是不是就常用文字方块 好 我先稍微把字改成12 因为太多了 像刚刚 我说我讲 我通常会先标02 就是告诉我是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我看到了2013年最低 获利 获利 有 有 40万 获利 约有 40万 然后 02 这张图 2016年 2016年 在这几年中 在这四年中 最高 然后 有70万 然后 像刚刚同学还讲了 还讲了什么 趋势 对不对 趋势 就是02 这张图 逐 年 我就不写得很详细了 可是请问 你报告给老板听 你一定要讲主词 动词 什么叫主词 在各年 利润 统计 图中 我们 可以 知道 你一定要先讲 你在哪一张图 然后 可以 知道说 这个利润 是逐年 增加 你不能现在 像现在只写了四个字 逐年 增加 这样听得懂 你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把主词 动词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的 好 这样听得懂 这个 就是作业 就是 我们到时候是 勤力 勤力 搅交作业 就是在搅交这些东西 可以吗 好 那请问 第二位同学 你看到了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除了这三项以外 好 很好 你知道 这个比叫做什么 这个比 这个比 各位 因为我们就是在做比较 这个比 这叫跟开 开创的第一年来比 听得懂 因为有人会跟前一起比 这叫同期比 可以吗 好 如果说 你跟这一季 跟上一季比 这叫 寻季比 那如果你跟第一年比 听得懂 这个就叫什么 这就是 就是跟开 就是想当年 我们公司利润才多少 听得懂吗 这都是经验 好 所以说 这都很重要 你们知道吗 你到时候就是要讲这些东西 给老板听 还有去补足 假设 假设你2015年来 你照样可以讲这件事 好 我们已经快快一倍了 你知道吗 听得懂 通常讲这句话的时候 都会跟老板讲说 请问一下 我的薪水 是不是应该要涨到 那个时候的一倍了 是真的 你知道大陆有一家公司 他把99%的利润 给员工 所以这个人 这个老板 就变成世界的前十大富有的人了 听得懂吗 当你愿意给更多的东西 像第二盖茨 他说 我把我一半的财产 捐给全世界 他还是世界首富 听得懂吗 当他已经财富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反正也是要缴钱给政府 干脆 我就捐给全世界 反正 反正你们可能要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观察 就是2016年 2016年 比2013年 多 然后比例快超过快快达到一倍 因为通常我想要讲五点 然后再告诉你自动分析 然后再告诉你自动分析 所以第三位同学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能不能告诉我 第五个 你看到了什么 第三位同学 你每年增加 哦 好 他讲的是这一段 他讲的是这一段 可以吗 嗯 很好 就是每年 增加 约 达 10万 好了 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 哎到时候 到时候每一个人就在报告 我跟你讲 这里面大概可以写100项 可是等一下我教完自动分析 你就会去 你就会去讲了 好哎对了 我先问一下你们 你们觉得这几项里面 你们觉得这五项吗 老板 老板应该每一项都很 关心 而且你都在讲那个 资讯给老板听 你觉得老板高不高兴 很高兴 知道吗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些东西都叫知识 这是可以让公司 有长远发展的重点 好 请问一下 通常 通常 我们 我们在表达 就是说 以这个 这个资料 我们来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 这颜色都一样 我们通常会把那个 颜色就是说 值比较大的 跟值比较小的 去做颜色的区隔 可以大概理解 这就是视觉化的目的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把它自动 换色 而且 而且哦 多大以上的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最大的值 我们用 用什么 用 请问 连颜色都很重要 各位应该知道 红色 红色叫赤字 对不对 赤字通常用在 小的值 或者是负数值 那请问你 另外一边 比较大的值 或者是最大值 请问用什么颜色 绿色 你不要用错 听得懂吗 这个 这个是一个标准 那中间我们给它 例如说 白色 如果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用 大家 共同 都接受的颜色 好 比较小的值 用什么颜色 红色 比较大的值 用绿色 这个是全世界都统一 请问你看到红绿灯 你到美国去 你觉得它的红绿灯 是不是也是跟台湾看到的 三个颜色 是一样的 听得懂吗 所以就变成 你做出来的视觉 视觉化 你就要考量到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 来去看 怎么样把它自动 换色 什么叫自动换色 以后 数值的改变 它的颜色会自动变更 好 请问一下 我想把这个 依照 数值大 小 自动换色 请问要 要怎么做 在视觉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 视觉效果 然后接下来 麻烦请点 点哪一个 资料色彩 在 格式 资料色彩 资料色彩 首先请把 全部显示 打开 全部显示 打开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预设色彩 预设色彩 右边是不是可以写 函数 对 就是在这边写 请点它 请点这个方式 然后接下来 我们当然就是用色阶 用色彩来表达 它的大 与小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依据的是 利润的总和 依据什么栏位 这张图也就只有利润 所以你当然是要依据 利润的总和 然后接下来 最小值 最小值是红色 最小值是红色 最大值是 绿 这边没有绿色 那我们就去更多颜色里面 找到绿色 然后接下来 中间是不是白色 所以请 发散 把中间的颜色改成白色 可以吗 因为那个中间值 老板一点都不想要知道 他只想知道 最赚钱的 跟最亏钱的 对吧 好 确定 可以听得懂吗 这样没有问题吧 因为 因为这张图 老板 你一定要训练 老板看得懂 就是 哦 我们颜色啊 我们是越来越 公司的利润是 越来越好 可以吗 格式 资料色彩 全部显示要打开 然后 接下来预设色彩 透过写函字的方式 来去修改 也不是你写了 反正就是去做格式化色彩 因为 等一下我要继续讨论 这一家公司 获利的表现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张图很重要 很重要 好 那 呃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些 这几个重要图示 这个叫向下 往下的三角 往下的这个箭头 这叫 向下探索 这是 两个向下探索 这叫做 多向下探索 这叫向下探索 没有问题 这叫多向下探索 就多了一个字 多 再来这叫连续 向下探索 因为它接起来了 好 首先 首先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这个 叫做 季节性分析 季节性分析 现在是2013年 各年的统计 那当你点了这个多向下探索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了什么 这叫做季节性分析 这家超市 第一季 这是指2013年第一季 加2014年第一季 加2015年第一季 加2016年第一季 4年的第一季 加总是这个值 可以发现 可以发现 这个4年的加总 是这个值 4年的第4季 加总是这个值 所以可以发现 这家公司 其实存在季节性 而且请问一下 这3个季 其实是还不错的 可以吗 主要就是第一季 太低了 那请问你 可不可以再点一下 去做淡忘月分析 可以啊 请问一下 这家公司 最大的问题 在第几月 在1到12月 你觉得哪一个月 问题最严重 几月问题最严重 7月 为什么是7月呢 因为它在两个 很高的值之间 它前个月 还达到 还达到 200的钱 也就是20万 下一个月 快达到30万 可是为什么 7月只有12万 可以吗 好 那这边 这边不用说 这边是因为什么 季节性的关系 听得懂吗 我们以时间来去做分析的话 你要知道 假设天寒地冻 大家都不太想要出门 去超市买东西 我们会取而代之的去什么 去大的批发市场 例如说什么 家乐福啊 去大量采购 可以吗 好 假设 假设我们活在 那个很冷 冬季是 负10度 20度的话 你就比较不会去便利商店 你就比较不会去便利商店 而是会去大卖场之类的 一次就买很大量的量 可是在这里 7月是不是很重要的关键 听得懂吗 这些我都希望你写下来知识 而且你知道 这张图 假设你是一个数据科学家 你就跟老板讲说 我们来去调查 我能够把7月份 我要是能够把7月份 他的一个平均获利提升 提升50 就是提升50 请问你知道这个费用要怎么计算吗 通常就是这一个的50% 听得懂吗 他只要做几件事 他就要去算出来说 为什么这边会掉很多 请问一下 你要是名侦探柯南 你要怎么样去数据挖掘 如果你是名侦探柯南 你现在要做什么事 你想知道 你想知道7月份 为什么卖这么差 对不对 那你你想先知道什么事情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假如你现在是 这个侦探 你要去挖掘 这家公司7月份 获利这么低 一定有原因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 接下来 你会想要做什么事 你会想要知道 什么事情 好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你觉得这时候 你会想要知道什么事 你会想要知道什么事 我是算了 这个就让数据偷学家去解决 如果老板现在教你 教带你做这件事 你去找 为什么7月份 他这么低 的原因 那请问你要怎样去找 有没有同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看看用东西有哪些栏位啊 像我 我就会很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地区啊 如果我知道是哪一个地区 请问我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不对 有听懂吗 如果我还知道是哪一个场景 对不对 那我就尽量不要去7月卖那个场景 你懂吗 因为他可能会让我们获利很低 各位可以知道吗 这个是季节性分析 那如何回到前一阶 就是点向上 向上整合 这边就是回到季节性分析 再向上就是年统计分析 可以吗 请你先去玩这个 然后顺便去写 这个你要写第一季 对吧 就是以公司来说季节性 这三个季是旺季 这个季叫做淡季 这个季叫做淡季 季节性就在写这件事嘛 再往下 你当然会写 12347月 是获利较低的月份 可是真正的最可以解决的是这一个 那这种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可以了解吗 可是你要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 这个要先解决 接下来要解决这个 这个就是看看能不能往上提升 提升个10% 这个就是要直接提升到这边了 好 行 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向下探索 好 我们继续来看了 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进展到 所谓的一个淡月望月的分析 再接下来 我们来继续看这个连续性 这个连续向下探索 点一下之后 他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 颜色 颜色从红慢慢变到什么 变到很淡的红 这边是不是也是红 慢慢变到很淡的红 然后这边是不是红 变到白色 白色 然后淡绿色 深绿色 可以吗 再来是不是非常浅的红 然后这边有三个绿色 这代表说它是一个周期性 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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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我们连续性是在看这件事 所以可以的话 你就把它写 写出来变成知识 好 我们现在要恢复到 最原始 最原始的这个各年统计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自动分析 请问一下 假如我现在的时间是2016年 2016年 我2016年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利润 它是增加的 对吧 请问你 这个金额是62万 这个金额是68万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算出 这个成长率 那当然就是这个数值 减这个数值 再除以 它的分母就是这个数字 因为你比较的基准 那重点 你就可以算出这个百分比 可是事实上 我说它有非常棒的自动分析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去看 自动分析 好 这个滑鼠右键点 请问这个分析是分析什么 增加 因为2015年在0.6个百万 2017年是0.7个百万 所以它是增加 好 那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分析 这个分析叫做也是说明增加 可以吗 说明增加 好 不过我要先去看是2016年分析 说明增加的原因 首先这个增加了9.97个percent 他已经直接算给你了 而且其中 其中就说你跟老板报告 报告老板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2016年 我们的获利是成长的 而且成长9.97个percent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用Power BI自动分析 你就可以再继续往下报了 听得懂吗 就是假设你今天你说故事 老板 我们可以发现 每年都在逐年增加 好 报告完毕 那你就真的完蛋了 听得懂吗 就好像说我们在讲一个故事 从前从前 100年以前 200年以前 300年以前 有一个女的 还有一个男的 然后报告没有了 请问这叫什么故事 听得懂吗 他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 好 真的 所以请你 一定要用这套软件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他成长9.97个百分点 而且在产品里面 产品有看到吗 这个利润 他是依据各年的产品 来去看 请问一下 绿色是增加 什么产品增加最多 2016年增加技术设备 最多 可是技术设备也在减少 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技术里面的设备有很多种 其中这一个技术 你看 长的都是技术 跌的 也有一个在跌 这是产品 那可不可以再往下 我们来看最上面 第一个 第一个 有看到 以各年 因为为什么是各年 因为我的走给他是各年 各年的什么 纸类跌 各位我们是不是有产品组类跌 跟产品纸类跌 他说 涨最多的是输价 可是跌最多的是桌子 可以吗 请问这是不是对于公司老板来说 这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我知道了 这个书价 书价在大卖 你不可能停产书价吗 对不对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桌子利润是负5万 那你还要卖书 这个桌子做什么 对吧 好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你根本就不用算 他自动告诉你了 再来往下 这边有没有看到 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大幅增加 所以这个增加 是因为办公用品 这个类跌在增加 再来 再来是以公司的增加 而不是那个一般消费者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一般消费者反而在下降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他讲的就是销售额的分布了 销售额 他说大鱼三千的 大鱼三千的 谁会 谁会一口气就是去 例如说你去便利商店 每次都买个两千三千不可能 那除非是公司 所以这个特征请不要忘记了 就是一般消费者其实是在增加 可是对于公司来说 大量采购的人 他在减少 这都是很宝贵的知识 你看他全部都帮你分析好了 可以吗 好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 继续写好多个知识了 听得懂 好 请你用滑鼠右键 来去写2016年 2016年说明增加的知识 所以你连分析都不用分析了 自动分析就已经告诉你了 来 赶快写知识 好 自动分析的知识 麻烦你们回去慢慢写 我接下来要教你们 下面这件事 我看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来去写这个知识吧 就是至少写三项 至少写三项 那后面同学准备一下 等一下告诉我 你写的知识 就是滑鼠右键 点增加 分析 分析 是那个增加的情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写一写 例如说我们刚刚的2016年 针对2016年对不对 2016年 获利分析 比较 首先要写什么 滑鼠右键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请问你第一个要写什么 已经是9.97 嘛 我不相信大家第一个不写这一个 这样了解吗 对不对 所以第四位同学 等一下你不要告诉我这一个 听得懂 好了 我的意思 我第一个 我一定是写 2016年 2016年 获利 成长 率 9 我们就写10%好了 请稍微注意一下 你最好跟老板报告的时候 不要报告到小数位 以为 听得懂吗 你尽量告诉他是整数的 好 他说 我们2016年成长了10个百分点 他只要知道10个百分点 你告诉他9.96 9.97 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好 来 滑鼠右键 分析说明增加的情形 二号同学 不是 第四位同学 你是不是 会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 你要怎么讲 来来 第四位同学 听得懂吗 我要告诉你 这个子类别为什么排在第一顺位 它最重要 你有没有发现 你去分析别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还不知道子类别 你比较知道的是类别 你比较知道的是类别 请问一下 请问这个是比较模糊的 这个是比较精确的一个名称 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听得懂吗 举例来说老板 我们公司有内奸 跟你告诉老板说老板 我们公司业务部有内奸 有听懂吗 这两个模糊到精细 然后你再告诉他 是 难的 听得懂吗 这样一直在缩小那个范围 你觉不觉得这个子类别比类别更重要 自己回去来去写 所以这一件事情 对不起 刚刚是说谁在成长 书架是不是 要写最上面 第一个一定要写他 知道吗 好 一定是从这一个开始写 然后书架在成长 书架的获利在增加 然后桌子的获利在减少 这真的对老板来说太重要 书架 纸类别 这书架 输架 获利增加 增加最多 然后桌子 获利减少 最多 可以吗 所以你这样老板就会说 那我们 可能要去调查 可能我们要去调查 这个桌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什么 他就会说 那我们的书架 书架要打广告 要做设计 可以变更 推出新功能 让他好 要更好 那这个可能就想办法 当赠品就赠送出去 好 请你们花一点时间写这两个姿势 这两个是很宝贵的姿势 知道吗 这两个很宝贵的姿势 你连算都不用算 自动分析告诉你 书架在成长 桌子 利润在减少 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形成策略 对不对 例如说 书架我要去设计变更 然后变成更多的新功能 然后 让他的销售额 还有利润再增加 对吧 这就是策略 那么多的纸类别 为什么我就只要针对书架 来做设计变更 跟打广告 因为他获利高 对不对 这就是商业智慧 所在讲的智慧 你懂吗 那请问你桌子获利这么低 你是老板 你要怎么处理 能不能告诉我 桌子获利 我卖100块 还要给客户50块 你要怎么办 就不要卖了吧 对不对 那么多公司的纸类别产业 就桌子 我不要卖 这就是策略 这样子形成策略 让公司 亏损利润减少 这个就是亏损减少 这就是智慧 这样听得懂 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自动分析的工具 可不可以为了上课方便 第一个我介绍的是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因为我怕等一下你看不清楚 所以我把自动分析再复制 好 好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 这一章我想要教 叫做 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 请问一下 因为你们没有学过统计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一件事 这个 Ox Ratio 翻成中文 就是 那个 O O 数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比例 就是它的发生率 分析 发生率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统计 来自于统计 那我们来去看 这个 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怎么画 好 因为我们画出来 我们才能讲 它是什么意思 好 我画在这边 关键影响因素 所以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 点这个 关键影响因素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什么叫关键 最重要的 好 请问我们是不是想要分析什么 分析 负的获利 负获利 是不是这个 好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点 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 请点 你要分析的项目 就是这个 利润分类 它会自动放到分析 好了 这是 这是我想要去调查的重点 就是我要调查 负获利 它 什么会造成负获利 请问你刚刚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讲 类别 类别的什么 桌子 是负利 减少 负利 获利减少的 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负获利 有听得懂吗 刚刚 刚刚这个分析是 自动分析是 针对整体 整体的利润 可是 你老板一定会要求你 你去调查 负获利 这个时候 你就记得用 关键影响因素 好了 那这么多 到底哪一个因素是关键 那你不晓得 对不对 你就点点看 例如说 地区 当你勾选了地区 他就放在说明 他就直接告诉你 这个 请勾选到负利润 负利润 这都是细项很重要的关键 他就说 东北地区的 负利润 最多 再来 我等一下才要勾这个 类比 好 请问一下 折扣 你看我是不是就勾折扣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折扣这边 折扣 折扣 好点这个好了 有看到吗 他说折扣提高 0.19 请问一下 折扣是不是介于0到1之间 如果他是0 他 他在获利的 这个下面 这个是0.1 他也在这个 这个趋势线的下面 0.19 0.19 这个 这边 他说 只要是在这个以上 只要是在这个以上 他就会有什么 有很高的 获利 获利 减少 请问一下各位可不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打折 会不会影响到利润 当然会 打折打的越多 是不是我的利润就会越少 听得懂 对于一家公司 对于一个商店家来说 这是对的 好 再来我们再勾 数量 还有这边销售 类别 我先把 因为折扣太高了 折扣太高 我们最后再勾这个折扣 而且折扣是最容易懂的 我们先把折扣先关掉 请问一下 在类别里面 类别 他这边说 销售额如果是在47.5 47.5以下 我们 我们这边跟负利润的关系 是3倍 这个x就是负 好我们来看这一句话 当销售额为47.5以下时 有看到吗 当销售额为47.5以下时 利润是负利润 有看到这句话 好 所以负利润的几率比销售额的所有其他高出3.03倍 听得懂这句话吗 可能 你多念几次你就懂了 他就在告诉你 不要再打折了 打折 哦不是对不起 这这边是在讲说 那个 你 你去查一下就是47.5以下的 这边是主要影响负利润 减少 负利润增加 应该讲负利润增加 因为我已经讲了负利润了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那这个是销售的 类别 类别你看 那就直接告诉你 类别是家具的时候 请问你桌子是不是家具 是啊 听得懂吗 如果你刚刚那边继续 多写几个 写完类别再写类别 你就会知道这个家具了 好 我现在我刻意要勾类别 你看这边 职类别是桌子 我们会产生的负的利润 有看到吗 是比跟别的 别的职类别来说 他多了3.45倍 听得懂吗 我跟你讲这个也很高 美数 来找一下 你看美数在这里 他跟别的 他多了2.24倍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 好了 当然 你最后 你是要勾这个折扣了 折扣 好 所以解决这家公司 付利润 第一 你要拿出方法来 对不对 拿出什么方法 第一 桌子 桌子 不要打折 对吧 这边不是告诉你这件事吗 我要解决负利润这件事 桌子要不要打折 不打折桌子不要打折 第二 桌子 干脆不要卖了 第三 销售额 47.5以下 桌子 不要卖了 用赠品的方式赠送出去 听得懂吗 还有美术 也是 以此类推 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提供给你参考 请问一下 做很简单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 关键影响因素 然后第三 请先勾利润分类 利润分类 这个要改 改成负利润 各位 请问一下 负利润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要不要调查高利润 要 听得懂吗 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 订单都是要高利润 所以你都要研究 那一般利润你就可以不用去管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勾 子类碟 顺便你想能知道是哪几个客户 哪几个地区 好地区 好地区 你看地区他这边写 东北地区 各位有印象吗 东北地区 你这样就可以来去缩小缩小你的范围 好 然后什么客户名称 然后产品名称 看你要不要把那个到底是什么桌子 好等一下 我们来看客户名称就不显示了 类别 类别 那我们来看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 类别是桌子 产品名称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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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没有那个产品名称 因为这是地区 类别 就是没有 产品名称 可能那个数值太小了 好 还有 你要是勾这个发货日期 打勾 他就帮你调查是哪一年 就是这件事情 是哪一年 我看他有没有呈现 他说的 季是第二季 月是一月 那年呢 有没有看到年 没有 没有 好 不过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缩小范围 对吧 不然那么多资料 你怎么知道去哪一个地区 哪一个 去看哪一个时间点 的哪一个子类别 好 可以吗 第四个动作就是在勾这些 勾类别 销售额数量 或者是月 反正他这边他就会告诉你 这是负利润 负利润 第一个子类别 太重要了 再过来销售额是47.5以下 就是那个销售额很低的 再来子类别是美数的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改成高利润 可以啊 高利润 他这边他探索出来 他是一个类别 类别型的一个变化 这个叫做逻辑师回归 好 那你可以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叫做 销售额要很高 销售额要2609 值类别是什么 书价 书价 值类别是影印机 类别是技术类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说是技术类 他的获利增加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好 请问一下 这就是关键影响因素 亲们自己来去写 就是低利润 低利润的前三个 你就可以去做更仔细的 更明确的 那个就是问题的解决了 我们刚刚在看这个负利润 请你只要先记住前三项 我折扣都还没有加进来 折扣也加进来好了 你看 这边折扣要是高于 就是0.2的话 哇 哇 他影响到这个负利润这么高 26倍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建议我有打折 好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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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百分之 80%的折扣 80%的折扣 好 那这个时候 跟那些80%以内的 可以吗 他大概有26倍的影响 会让他变成负获利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值类别是桌子 以及销售额是47.5以下 有看到 好 请应该记得住吧 应该记得住这三项 好 请问一下 2016年 当我点了2016年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的排列顺序会修改 听得懂吗 2016年当我点这边 我们要做的是 政策 请问是不是千年不变万年不坏 不可能吗 是应该年年都要变换 才能够跟得上时代 所以在这个地方 2016年 你可以看到 这个折扣折扣 0.19提高超过0.19 请问一下 刚刚是20倍 这边变38倍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这代表说更加有关系 听得懂吗 我要告诉你就说 我们的政策是要弹性修改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当然了 主要的还是折扣 类别是桌子 还有销售额 你看刚刚销售额是不是49 现在变成50以下 可以吗 这是需要调整的 而且倍率也有影响 好了 那2016呢 是如此 2015 有没有看到 一样折扣影响很大 折扣桌子 请问你销售额有没有对2015年有很大的影响 没有 这边是类别美术 可以吗 所以他前三名就跟销售额无关 请问一下 你觉得政策的调整应该是逐年甚至逐季 甚至逐月来去调整 你觉得对不对 对 请你们以后如果说假设你今天你的报导 你去报导 如果能够做到 做到 即时更新 是不是更好 只要说 现在的COVID-19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疫情瞬息万变 所以你看 每天 卫福部部长 是不是要出来去主导这个会议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你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商业智慧 商业智慧 这就是他的做法 但是请你一定要知道说 每一年他都应该要有不同的策略 来去做调整 这就是他的一个智慧很重要的一个产生的原因 那每一年都不一样 可以听懂吗 我要告诉你 全台湾大概只有我才会这样子 告诉你 这些应用的精神 好 而且 而且根本就不用你去学什么 写什么程式设计 听得懂吗 请问你上次你有没有写那个什么Python 的什么资料库 转来转去 没有 现在你好像也没有画 你现在好像感觉 你竟然没有画视觉画图 这就是视觉画图 听得懂吗 请问你看右边不是要是直条图 这个叫横条图 横条图 只是它最重要 它在这么多的关键音质里面 你是不是放进去 请问一下 你知道你放了一堆的关键 关键 因素 你放了非常多的因素 就是特征 而且最前面的就是最关键的因素 最关键的特征 请你们一定要去写 一定要去写 写到年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2016年 主要的关键是折扣 纸类别是桌子 还有销售额是50以下 2015年 它一样也是这三个 可是2014年 它就没有销售额了 可以吗 所以策略的调整 应该是要考量到 不是说只有单一下 好 那我就要继续讲 第三 第三麻烦请新增 我要介绍另外一个大数据分析的手法 跑去哪里了 去这个 分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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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我们开一个新的报表 新的报表 然后关键影响因素里面 请把这张图 这张图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请把第一页 这个第一页 然后贴上 请问一下 这个知识 你们就自己去写 可以吗 这个知识 你们就自己去写了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边留下来的空间 就是为了让你们去写 写这些知识 而且而且为什么我一定要留这一张图 因为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可以拿到各年间的这个资料 那只要是 只要是那个 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 他应该存在连续时间的一个渐进变化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个第一页 先做到这边 等一下我再教你画这个分解数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那我们现在来画这个分解数 那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第二个动作 当然就是点这个分解数 好 针对这个分解数 各位一看就知道说 从这个地方变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对了 第三 例如说这个 利润 然后利润分类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我们来去看 假设最主要的我们想要知道 到底是什么产品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勾 类别 指类别 好 所以就把它打开 把它打开 类别 然后这边再打开 指类别 好 为了让你们 让你们 就是 再一次的复习 反正就是 这个是分析 我分析 我分析的话是以 好吧 好吧 我们不要分析这个利润 好了 我们 分析放的是利润分类 可是这样很奇怪 对不起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地方放是利润 因为我要分析 我刚刚全部都在讲利润 这件事 然后你可能要看的是 那个高利润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看负利润 我想要知道 它是在什么类别 什么类别 看得出来吗 这个负利润 主要是在家具 家具里面得什么 桌子 有看到吗 好 对不起 因为这个字太不明显了 所以我稍微先把它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观看 所以很单纯的就是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这个交分解数 再来麻烦请勾 勾 勾什么 利润 再勾 利润分类 再勾 那个 类别 纸类别 大概是这样子的程序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打开 一个一个去把它打开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重点是先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把这个字变大 是不是就在格式里面 格式里面 它这个叫做分解数 分解数的什么 这个叫树状结构 好 所以针对这个树状结构 可以去设定 这个叫做资料 这个叫做资料 这个叫做资料横条 所以请把资料横条里面的字的大小 这是横条 射到这样子大 好 稍微射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资料的标签 资料标签 就是里面的字 设到12 好了 12 再来 资料标签也设好了 但这个上面的标题 我觉得也要设大一点 所以资料的 而类别的标签 设大一点 设到12 类别的标签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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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状 树状的标头 树状的标头 这个 字设大一点 好了 可以吗 反正就是一些格式的调整 我现在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针对这个 利润 全部的利润是这样子 然后他把它分 分成什么 高利润 高利润 是这个0 右边 这是高利润 然后 这是一般利润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出来 它的比例的差别 还有负的利润 分别大概是在整体的百分比 再来 因为我们关键是负利润 所以你就点这个负利润 负利润 主要是在负的 主要是在家具类 家具类里面又以什么 类别就是这一个桌子 桌子为主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这个高利润 高利润主要要看的是技术 因为技术比较多 技术又以影印机为主 你绝对可以在这边自动分析 如果你去看整体性 还有关键影响因素 去这边切换到高利润 你一定可以看到 他就在讲影印机 这样知道吗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这个交叉数 这样子一个分析它的优点是什么吗 你可以分别说明 就是 其实我们在学那个机器学习的时候 例如说我想要去辨识图片 辨识图片 我们人他怎么辨识出话 这一张是林志玲的道片 其实都到了我们很大的关键 一个就是林志玲基本的特征 还有背后不是林志玲的 我会自动告诉自己说 那些东西不要看 例如说他的背景 好 那相对的 你现在要说这件事 画面就有用了 你有没有发现就直接告诉他了 好 为了我刚刚稍微做了格式里面的调整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绿色跟红色来讲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 首先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通常 好 对不起 通常我们 那个 通常我们 关心的不是这些数值 而是那个比例 比例 所以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一项 应该是负利润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针对这个利润 我们会针对分析 分析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全部都改成用百分比了 可以吗 全部都把它变成是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我想要各位可不可以了解 其实 其实一般获利只占公司主要获利的 就是 百分之三 四十 那高利润 虽然它的项目个数只有占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是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获利的来源 好 那第一件事情 把这个分析 分析 分析的值 我们通常会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 改成总计百分比主要要去比什么 来请点2016年 请各位仔细看 所以我还是 我还是把这张图稍微放大 我现在只有看2016年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很浅的 付的利润它是在增加 所以这样是不是不好 2016年付的利润它在增加 可以吗 而且以哪一个增加最多 加剧 而且三个类别都在增加 付利润 可以吗 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那个浅浅的颜色是整体 4年的平均表现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只看2016年 对吧 记不记得刚刚有同学他讲 2016年跟2013年的比 对不对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比法 还有一种 2016年会跟2015年同期比 那还有一种就是 这个2016年跟整体4年平均的比 可以吗 现在就在讲这件事 2016年三个类别的负利润都在增加 好 那当然了 在家具 在家具里面 仍然 其实每一个都在增加 除了最少的这个用具 这样一看就看出来 尤其桌子 是负利润增加最多 这样有听懂吗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改一下 例如说2015年 我们来看这件事 好 一样把这张图 现在是2015年 负利润 负利润 他有减少 针对整体来去比的话 2015年在减少 还有 2011 类别 类别 可是办公用品在增加 可是他 就算在增加 他还是第三名 但是 他就在增加就对了 好 然后 然后 这个时候 其实 还是要去看这个家具 那 4个都在减少 因为他在减少 他跟整体来做比较 他是减少的 可以吗 所以 其实 2015年 这个 负的利润 的问题 严重度 没有 2016年 那么严重 再来 第三件事 我想要跟你分享 请问一下 有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去 加探 例如说 什么地区 的 类别 底下的 类别 听得懂吗 就是 切片 我现在看的是 所有 地区 的 各种类别 能不能 我们 例如说 针对有问题 记不记得 付利润是哪一个地区 最有问题 是不是东北地区 好 所以 我会希望说 再把那个地区 加进去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针对这张图 我先开到全部 针对这张图 我想要增加 把地区 拖曳到类别 跟利润分类之间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变成 利润分类 底下就是地区 然后 针对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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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个 然后 你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 我们就没办法呈现 地区 那 我们这时候必须要先把它关掉 然后 然后再把地区 搬到 这个地方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 负利润 东北 东北 因为我们只有看到桌子了 桌子 所以你点这个地方 东北 然后他这边是不是又出现类别 类别 类别 然后还要再出现 这三个又是以谁 又是以家具 家具里面的桌子 因为他只差一点点 所以我就不想要动 右边了 好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 我只是要告诉你 假设当你今天要插入一个 你或者是一个做法 干脆把这些都删掉 然后再分别加进去 地区 再加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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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看 利润里面 负利润 负利润 负利润是这一个 负利润 负利润里面又以什么 其实是华东地区最多 可是 华东地区里面的家具 家具里面的桌子 是最多的 那东北呢 这个负利润 东北的家具 的桌子 有看到吗 这边所占的比例 所占的比例 那为什么他会比较 这边的桌子会比较高 那是因为 他占这里面 就是 应该说是1.44倍3.71来除 跟什么 跟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 大概占了5成 这个约占了50% 那这个地方 约占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这边可能只有占40% 好 不过这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这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就是这两个的比例 然后跟这个 东北 东北地区的 这两个比例 它是有差别的 就是在程度上 是有差别的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动手 来去玩一下 加了地区 你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说 以负利润来说 我其实 一目了然 就知道 在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的家具 桌子 不过这跟整体 整体看到是一样的 只是加了地区 你可以看到更细的一个情形 我想今天可能要暂时 在这边到一个段落了 就是三种自动分析的方式 绝对可以帮助你们 看到更多更细的内容 那 今天这个档案 就请记得储存 然后 麻烦请你们 开始写知识 知道吗 好 这就是 就是你看这些视觉画图 然后 得到的知识 知道 知道今天的错译 好 可以 所以 上次就要请你们 来去做做看 那我们再下一次要学的是 机器学习 因为做这个视觉画分析的目的 还是为了要去做预测 或分类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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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